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分享圣城之恋诗篇一百二十二篇 这首诗篇呢是大魏王所写的 大魏王没有建造圣殿 是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建造圣殿 大魏王是一位先知 所以这首诗篇呢充满了先知的远见 第一节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 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最早叫撒冷 后来呢由迦南人其中一只叫耶布斯人盘踞着 后来大魏征服了耶布斯人 把耶布斯人赶出去了 就占领了耶布斯 耶布斯也是耶路撒冷比较早的一个名称 后来呢这个耶布斯就改名为耶路撒冷 第二节大魏说耶路撒冷啊 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 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连落整齐的一座城 或许大魏在攻占耶布斯的时候 看到耶布斯这一座山城被建造很不容易 但是一旦建造成功 联络整齐就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手都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相处也是这样 我们能够联络整齐合一很不容易 但是等到我们合一的时候 那就非常有力量 就好像耶路撒冷一样 合一不容易 但是合一非常有力量 第一节的话 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隐身来运用 会不会有人对你说 我们去教堂聚会去 祷告去 或者和弟兄姐妹交通去 我们是不是就欢喜呢 第四节 众支派就是耶华的支派 上耶路撒冷去 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 朝圣也不容易 路途跋涉 千里迢迢 要来到耶路撒冷的京城 要来到以色列的京城 耶路撒冷 很不容易 但是要带着欢喜的态度去朝圣 所以这首诗篇 先知大卫 教导以后的以色列人 到耶路撒冷朝圣 首节要带着欢喜的态度 众支派就是耶华的支派 上耶路撒冷去 按照以色列的常例 来称赞 耶华的名 这句话也构成了很多教会 他们虽然分散在各地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间 他们也集合在一起 根据这节经文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经文 例证 在耶路撒冷上帝设立审判的宝座 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所以分散的聚会 有它的好处 比如说可以靠近聚会 集中的聚会也有好处 就好像这一节经文 说在耶路撒冷设立审判的宝座 又好像有神不一样的同在 有神特别的同在 所以带下特别的判断力 设立审判的宝座 所以集中的聚会和分散的聚会 都有益处 那有些教会呢 它是有小组 小组聚会 有小组聚会的好处 然后集中不同的小组 集合在一起 又有神不一样的同在 带下特别的判断力 第六节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 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一个人宣称爱耶路撒冷 就要有行动 其中包含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今天也兴起了 去以色列的旅游日 当然很多弟兄姐妹 主要目的不是去旅游的 有些弟兄姐妹去耶路撒冷 要去感悟耶稣的足迹 有些人去耶路撒冷 要为耶路撒冷祷告 总而言之 就算你不去耶路撒冷 你也可以爱耶路撒冷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为以色列人求平安 祷告可以表达出我们的爱 耶路撒冷啊 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不过有的翻译呢 是耶路撒冷啊 愿爱你的人兴旺 是一个心愿 但是我们也相信 这句话是一个应许 所以我们要为以色列求平安 愿以色列城中平安 愿以色列宫内兴旺 为以色列政治祷告 为以色列百姓祷告 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愿平安在你当中 因耶和我们神殿的缘故 我要为你求福 这就是圣诚之列 今天我们是不是也爱教会呢 为教会来求祝福呢 当然教会并不取代耶路撒冷 我们没有取代神学 现在我们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 当有人说要去教堂聚会交通 我就欢喜 为欢喜和弟兄姐妹在一起 虽然我们合一不容易 但是合一却很有力量 合一不是话一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 我们愿意看弟兄比自己强 主啊 这合一是大有力量的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如何爱你的长子 以色列人 在旧约说 以色列人是你的长子 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爱以色列 为以色列祷告 愿以色列平安 愿以色列正福也兴旺 感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 也祝福全地所有你的儿女 所有你的教会 分散聚会 集中聚会 都有好处 愿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愿神赐福给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